男人很少 有得到 可能倒立在那边 或者每天睡在那边 反正偷懒 这个都很懒 那第一天来的时候 问他 先生你睡觉好不好 他睡觉非常不好 睡觉不好 每天都有大便 问诊 刚刚讲的是病原 睡非常的差 胃口过好 这种人呢 为什么会胃口过好 大家不要以为 他这个病没有影响 因为一般来说 西医碰到这种病人的话 尤其鲁基米 都是给肋骨醇 肋骨醇吃下这个胃口就很好 猛吃 那小便是黄的 这里面是热的 有口渴 他喜欢冷饮 第五个 双竹呢 是冰冷的 然后身体呢 是温热的 大便呢 每天 每天都有 好 这个病人呢 当时查他的时候 麦是宏大的 宏大的麦 当我在 我们的诊断的时候 大家看他 脚是冷的 热在外面 是不是里寒 里面是寒的 对不对 结果他 没有吃内骨醇的话 就正很明显 他因为吃了内骨醇 他胃口太好了 照理说胃口应该不好 胃口太好 然后他小便还黄 上架还是热的 但是他里寒是肯定的 因为脚是什么 冷的 所以 我们诊断的时候 我们就写 里面 因为大便很好啊 是寒 而且湿的 病人呢 呈现了症状 上次下来 就是诊断完了 我们写中医的处方的时候 是诊断的时候 你不要去写一个 Lymphoma 写一个Lukemia 不需要 那是劳外的 那病人给我的时候 有资料 他可以让病人写在 我们诊断上面 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诊断 他可以写Lymphoma 跟Lukemia 在你的诊断不需要 不需要 那 因为这个人不好睡 就你看我这个处方 大家要学到 我们在想什么 到底在想什么 财狐黄情呢 党生 这就是小财狐汤的加减 因为他入三胶淋巴 那我们用瓦楞子呢 瓦楞子 能够去弹饮 尤其三胶淋巴系统的弹饮 母粒呢 财能软肩 弓箭用的 弓箭用的 那这个人呢 因为他已经 在有Lukemia 他本身呢 我们在第 第七锥 会有压痛点 然后淋巴癌呢 第六锥 会有压痛点 我们用房脊 浴巾 这都是入肝的 五前 入三胶淋巴系统的 那病人 舌头是黄的 我们是 强他的心脏 注意看 厨方我们会 要把他的心脏功能加强 白勺呢 用他白勺的原因呢 因为脚是冷的 脚是冷的时候 代表静脉的血液 流回身体的力量 心脏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会使用到白勺 那病人呢 身体很虚 体力不够 睡眠也不好 我们用黄勤 黄莲 白勺配合阿娇 这里面是不是隐含着 黄莲阿娇汤的夹减 分三包 这个分三包 你心脏好不好 心脏第一个管的就是睡眠 好不好睡 你如果让病人能够睡得很好 基本上他就会回复回来 那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开了生腹子的时候 生腹子代表里含 用生硫磺的时候 这个病人我用了三千的 不是用四千 道歉 因为体格很大 我用四千的生硫磺 那这个硫磺跟生腹呢 我用两个都包 用棉布给它包起来 因为这两个都是粉 生腹子用棉布包 同时呢 我在家 像男人壮经的 阿吉天 不骨子 不骨子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破骨子 熟地 知音能够壮盛的药 那活血化鱼的 还有他这个膝盖 比较没有力 那 这个厨房呢 吃下去以后 因为他 这个 第七椎有压痛 我就拿